特別就是說陳希寬在MIT的東西 當時是世界最先進的東西 是世界最先進的 Bowhouse在MIT跟哈爾河跟MIT是一體的 在建築來講是這個一體 你看貝英明都是在MIT畢業的研究所在到的 這個就是剛剛有講過Architectural Co-laboratory的TAC 這些張照片是1905年陳希寬的在這邊裡面 那我再記得好像是1960幾年的時候 1940幾年的時候就成立了 後來Globius才加入到第八個合作者 所以台灣都把它換譯成Globius的事務所 這是一個錯誤的換譯 那還有一個東西就是王大宏先生都懂得說 跟Architectural Co-laboratory聯絡 要Architectural Co-laboratory給他留下墨寶 他自己所寫的東西 那Architectural Co-laboratory說 我的師哥我都是喜歡德文的 你又不懂德文 所以他在那個檔案裡面 他寫了一個好像西道還是西班牙的 師哥裡面的英文翻譯 然後用手寫寄給王大宏 那晚年的時候陳希寬也有去會見貝毅民 可是陳希寬也不曉得他檔案裡面 沒有Wallocopies 通信 跟王大宏的一樣 或者是留校或莫保等等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說王大宏的東西是 台灣的王大宏的研究小組 都是從Wallocopies基金會裡面 得到很多王大宏資料 因為王大宏可能自己都沒有保留 可是他寫這些的時候 都有CC給Wallocopies機器會 所以他們那邊有資料 那我的意思是陳希寬 我不曉得有沒有像這個王大宏 王大宏是一個Wallocopies好的學生 都會報到 那這是一個很好玩的一個東西 那貝英明跟Wallocopies的關係也是不錯 可是貝英明真正的大關係是跟Wallocopies的一個合夥人 叫做Blu-Bluia那個東西 我在講一個MIT的一個就是George的Cappies 他是在柏林的時候跟Wallocopies上面 這些有interaction 那他就是受到Mahawki這些很大的影響 所以到美國在芝加哥的新Bahouse的設計學校發揮一下 最後到MIT成立一個視界的研究中心 George的Cappies的話 這個人在1946年左右 44年、46年的時候 就寫了這麼一本Language of Vision 那在陳希寬的書本裡面 有些人就在講說 他是不是受了這本書很大的影響 那這裡面你看這1940幾年的時候 就是Bahouse從事裡面就是這個圖文並茂 他到MIT大學成立的時候 又發揮到了極致 因為看到一張照片裡面是MIT大學 他的中心裡面就有一個很複雜的一個設備 我在想那是最早期的多媒體的這個大型的設備的東西 在給他這個研究中心所使用 那他最了不起的東西 就是主編的一套叫做Vision and Value從書 那這個從書的話到最後台灣大概六七本 最後一本是關於環境外面的1972年才出版 那這裡面的所謂的這一套從書的話 他每一個主題的話 像他這本書的話 這個是人造的東西 就找了十幾個當代最了不起的 最前年的人寫那個論文 那這個論文大概有很多圖片 那這個是我認為那個前年到現在1976年代到現在2019年 快2010年了 都沒辦法超越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就是說他要把科學跟建築跟藝術整個都融合在一起 那從不同的主題來把它來請教當時世界上的大師都來貢獻他們的心端 那這個在西方來講就是這個research的report 那當然就是這方面來講不容易被突破 那陳吉寬先生在MIT的話 剛好是跟這個Joykex是重疊的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照片 陳吉寬先生在那個在美國的時候 在做那個用Y在做那個一些東西的很多的這個一些作品 其實陳吉寬先生他自己是親自的在那個構造他的基本設計的這個課程到底是怎麼樣的 所以我認為說東海大學他早期的那幾年的基本設計沒有留下來有一點可惜 好像留下來只是一些照片 那我是在這個文學院的回廊裡面跟陳吉寬老師 1987年的時候一個快幫忙的時候碰到陳吉寬老師 我就跟他講這個陳吉寬老師這個發表的這個喜歡這個相思室 哇他那時候他很高興啊 這有人知道他喜歡相思室啊 那個文章是發表在很偏僻的那個建築的那個堂物裡面 那他就邀請我們跟小燕啊我太太這個 有機會上台北的時候到他家氣啊 那我們錯失這個機會了 這個是這個我在1987年的時候 跟陳吉寬先生有差不多五分鐘的談話 那這個是1958年參加比利時的這個世界博覽會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可布跟那個 跟那個佩利普的一個人設計的一個叫做Perian 那這個這個東西其實可布沒有什麼很大的貢獻 用看他的這個其實是那個比利時的建築書 威利普的這個東西 他們最重要的其實是順著聲音聲寫的東西 讓聲音的這個東西來決定這個結構 變成雙起面的這個東西 然後還把它寫成那個technical papers 發表在威利普的這個看幕裡面 結束看幕裡面 可是這個1958年陳吉寬跟貝一鳴 就一起去參觀世界博覽會 那最重要的就是去參觀 這是我推測 最重要去參觀這一棟Perian 這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張圖 可是這個雙起面跟路易斯教堂是很大的不同 所以很大的不同 可是這個貝一鳴也有去 所以當時我在猜想 1958年的那一趟旅行應該是可以報仗的 葉一鳴跟陳吉寬一起都去 所以說1964、69 各位看那個參觀完這個士博會以後 到59年到63年就在蓋那個路易斯教堂 那1965年之後就在菲律賓的這個叫做 新一曼University 新一曼University蓋了一個小教堂 那我在猜說它是因為亞洲基督教大學協會的介紹 他在那蓋了 那再來就是一個華原堂 對對對就是這一個 這個是一個當時我想是一個很大的轟動 因為就是說那是聲血 那是第一次製造說聲音 可不他們發現聲音是一個很大的邪問 這個跟建築要怎麼樣配合在一起 這是一個當時是一個最大膽的嘗試 有我們的奢供的音樂 《月份》 日本では1965年頃 這一個當時就開始 所以在各方面 發生過過的 しかも英語という言葉は 像是一般的 課程中事的 原本的標準 就是本的題目的題目 《視覚言語》的言葉そのもの 現在では 我々のデザイン 以前的ビジュア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デザイン 他の人たちが 基本的に視覚言語的言葉 使っていたり 聞いたり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て それの言語ってことは何でしょうか これはただ画面を描いたら 言語とは違うんだから 絵とそれから 言語というのは 相対にするものだというふうに 思っている それで スタッフの言語というと ちょっと堅苦しい感じがするんじゃないか デザインを知る世界の名著というので 私たちが親しみのある デザインの 古典的なものが ずっと載っています 興味があれば デザインの中で その中には 視覚言語の 覧言語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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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の名著の中に 大体同じような グループで活動をしていた オオギ・ナギという人の ドンキ モーショットというか そういうようなものを ニューザーとか という本が 開発されているので 何かかも 知りませんけれども そういうような 中に ご紹介をされている 一般的な デザインの ことを 書いたもの とか アジアコンテーションについて 書いてます いろんなものは 是否认识 最初にケンペシの理事を 活動力を行った方がいいですね ケンペシは1906年にハンガリーで生まれて ランテストという首都に ハンガリーで美術の勉強をして 2014年は第一次世界大戦で その頃ヨーロッパが騒然としていた 今のロシアの前身は ソビエットで ロシア革命を取り出して 現実化の文化分野ですね これは基本的には 労働者と 資本部下との 争いですけれども それ 当時 そういう 文化史も 同時にそういう 全く昔の古い時代から 新しい時代に移っていく 時代をこう 変えていく 革命を奪ってもらって そのところに 参加をしていくと テペシも ハンガリーの政治的な ブロックに入って の活動をすると 社会的な活動をして みんなに メッセージを伝えるためには 海外よりも ユーダの方が より効果があるという の活動をして 経済すると 思って その当時 ドイツで始まった バンハウスという 造形大学にいた モーリナギという 道教の人ですね 道教の芸術家 モーリナギを バンハウスで 教師共演していましたけれども そこに頼って ドイツに出ていくと ドイツは 経済の当時の 革命とか 文化の中心になった それで 出たのが 25歳ぐらいですが そして ちょっと病気をして 数年 故郷に 故郷に帰って それから 1934年に 使った ヴィンケルの モーリナギ ここに戻ってくると バンハウスに 入っていなくて ただ バンハウスが バンハウスが その当時 ドイツの 政権を 把握した アシズムの トランシスから 迫害を受けて モーリナギと一緒に イギリスの ロッドに 亡命をしていくと どんどん 少し 広くして そして 1937年に アメリカに渡って 全国のアメリカに渡って 全国のアメリカに渡って コミュニケ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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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1945年, 場所移住的, ロストンという所にあるMIT, 建築学科の中にビジュアルデザインコースを作りました。 1951年にニューランドスケープという展覧会をMITの中で開催しました。 これが一部の中井戸の箱に持っているものの写真です。 県立業者視点とか、世の中は今生きてですから、そういう技術を視覚的に計測をしているとか、 いろんな新しい写真技術の発達をしていって、 県立業者視点とか電子県立業者とかいろんなものが出てきて、 そういうような新しい資格といったようなものが生まれてくるわけです。 これまでには、せいぜい相関教科とか、 パワーク技術といったようなものが私たちの社会、 視覚世界に入れていって、 そういうものに、ただ表面的な話ではなくて、 考え方もあえ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重要になる。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這個就是那個George Capps的1946年寫的這個東西 那在陳吉寬的書本裡面有講說 他應該是受到這個很大的影響 我不曉得這個只是大家猜測 當然陳吉寬知道這個書 他在那邊MIT的同事 這真的是同事的重要的著作 可是當時各位看這是1940幾年的書 這個當時他們已經跳到另外一個進階器了 都是世界的頂尖的這些Vision in Value的這個從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作為能量收集和能量分布的模式 這個是他們MIT的這個人 就是你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 這個各種的不同的結構 可是你如果從這個能量的收集 跟這個分布的角度來看 所有的這些各種不同的 萬象其實的結構是一樣的 功能是一樣的 那他們MIT這一套的東西就是 就是要追求這個 這個萬象裡面的一個 共同的結構跟這個這個原理 是 Giorgi Capiche Giorgi Capich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